新北市新店西游记系列2 新店带路人养成计划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招募的报名时间延长到7月31号 并且升级为2.0版本 邀请诗人夏夏和艺术家宋家如 将透过七堂的线上课程 激发观察力以及想象力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 新店区域最受瞩目的年度活动 新店西游记 其中系列1来把水英雄水点子提案征件 已经完成了评选 由于碰上了疫情 以线上书审方式评选出8个提案 分别具有创新能量和独特性 包含了走读食农教育 纪录片等等 而现在紧接着要推出系列2活动 寻找汤马森新店带路人养成计划 邀请了诗人夏夏和艺术家宋家如 一起来进行带路人的课程研席 我们会邀请艺术家一步步来带领大家 去观察一些生活中你平常看不见 或者是看见却觉得没有什么的人事物 再利用丰富的想象力 去跟这些人事物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连结 最后我们还会借此创作出一个 实物的导览创作哦 原先的新店带路人养成计划 表定要在7月份开课 但受到了疫情影响 所以调整了课程时间和方式 招募时间将到7月底为止才线上报名 会有七堂线上课程和成果发表 课程会以影片的方式录制 提供给大家可以运用自己的时间 在不同时段观赏或者是复习 让大家在疫情的期间 也可以弹性的运用自己的时间 进行一些很有趣的学习 新店西游记专案经理杨硕仁表示 新店带路人养成将透过工作坊课程 激发参与民众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天马行空的借由各式探索路径 完成一个导览的实物创作 活动报名完全免费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新店西游记粉砖 进一步了解报名资讯 欢迎大家都能够成为一名 具有渲染力的带路人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